敬才神 吴赵南 魏龙豪 张国栋和说 这个台湾的宗教信仰啊 特别自由 是啊 还信什么信什么 没人管 几乎每件都供的有神佛 还有供三相姑五大仙的 那就是胡黄白柳辉 什么叫胡黄白柳辉啊 胡就是狐狸狐仙啊 黄呢 黄鼠狼 黄爷 白 刺猬 柳呢 就是长虫柳爷嘛 蛇呀 那灰呢 灰吧呀 老鼠 耗子呀 这他们都称为大仙啊 有些人呢 还真迷信这些大仙 得了病不上医院 也不请大夫 那病怎么会好呢 到残上去啊 烧香磕头 跟大仙去求药去 哦 这个大仙会开药方 不不 没有药方 他是仙家啊 开出方子也是仙方 仙药 你没处抓去 那怎么办呢 他叫你啊 烧香磕头 多做膳事 哦 什么算是膳事呢 给他那弹上啊 多多的捐献 哦 给他那箱子里下 多放点钱 不吃药呢 病怎么能好呢 他让那病人呢 喝香灰 啊 他告诉人家说呀 这是大仙次的仙丹妙药 管用吗 这人一连喝了一个礼拜的香灰 病好了 更重了 怎么呢 仙药在肚子里头 他不销唤呀 啊 这人呢 一个礼拜 没大便 哟 那不把人捏坏了 赶紧上医院吧 啊 大夫给洗了肠子 吃了解药 这才走动 到厕所里的不一接手啊 一吃啪啪 拉出两块砖头来 好嘛 这人肚子成了砖摇了 怎么会拉砖头呢 香灰在肚子里头啊 都练成了砖块 这迷信真害人啊 一般家庭啊 都供造物爷 是啊 做买卖的人家呢 都供财神爷 每年正月初二 敬财神的时候 特别隆重 哦 为什么呢 财神爷嘛 为的是保佑 他这个买卖发财啊 哦 是供财神爷的 都能发财吗 那是迷信 要是供财神爷就能发财 那社会上就没人工作了 怎么呢 买张财神爷 往墙上一贴 那就发财了 就有钱了 谁还去工作 多这么说嘛 供财神就为发财嘛 那是人们心里这么想 供财神爷就能发财 你这什么都不干 不工作赚钱 你照样啊 挨饿 财神爷一分钱也不给你 哎 可是我妈告诉我呀 对财神爷要特别尊敬 能保佑我发财哦 哦 这是你们老太太告诉你的 是啊 哎 这么说你们家也供财神爷呀 那当然了 供财神爷你们上不上供啊 上啊 不上供不烧香 那财神爷怎么能够保佑我发财 那么上一次供 你们得花多少钱呢 初一十五啊 一个月两次鲜花点进水果连烧香 反正总得两三百块吧 哦 那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不能出去工作赚钱 找财神爷先借个三千两千的他借给你吧 他两块也没有啊 那怎么说是财神爷呢 那是要命鬼 哦 这么说你们家不供财神爷呀 我们也供 还是的 我不供的值的 那假财神我不供 我供的是真的 我供的是活财神爷 哎呦喂 感觉你比我还迷信呢 怎么呢 你说假的都不灵 你哪找真的去呀 我一找就有 你说 在哪 咱们这个 在座的 听咱们相声的 这些个观众 他们是干什么来了 哎 看咱们表演 听咱们说相声 他们来买不买票啊 买啊 咱们出版那些个录音带 CD什么的 那是干什么的 卖给喜欢相声的朋友听啊 人家买的时候付不付费啊 当然得给钱了 你达到了酬劳一家老小 有吃有穿了 钱是由哪来的 谁给的 观众跟听众朋友给的 对啊 你的衣食住行 所有的一切问题 观众听众都帮你解决了 这不是咱们的活财神爷吗 是的 你们家供的那个财神爷 不但每月不给你钱 招香上供 还得花个三百两百的 你说那是财神爷吗 那是要命贵 所以我要供的这些个观众 听众 这些个才是真正照顾咱们 爱护咱们的活财神爷 您这么一说呀 让我顿开毛色了 回家我得跟我们老太太消舌 家里头那假财神爷 我们不供了 从今儿起 咱们一块供这些位活财神爷 听我这么一说 你明白了 要表示表示你的心意 敬活财神爷了 对呀 怎么敬呢 跟敬财神一样嘛 打点酒啊 买点菜啊 买点点心啊 你身上带钱了吗 这什么话 不带钱敢出来吗 有多少钱呢 两百多呢 请这么些位 财神爷喝气水也不够啊 那 有这么两句俗话说呀 心到神知 上供人吃 是啊 他怎么解释呢 观众大老远的来了 花钱买票 就是来捧咱们的场啊 是啊 怎么好一丝 吃咱们喝咱们呢 只要咱们集中精气食 把节目表演好咯 让观众啊 开心满意咯 就等于咱们上了宫啊 哦 拿出良心来供活财神爷 对了 咱们拿人来比作礼品就行了 哦 你说拿咱们自个儿 比作点心啊 韭菜 来给各位财神上宫 对啊 咱们拿人比作什么点心 什么菜 财神爷一听 爱吃 那就如同饶了咱们了 哦 咱们的心意呢 算尽到了 哎 那那那不行 不知道各位的口味啊 咱们没比一样菜 还得挨着个儿的问 这个菜您爱不爱吃呀 干嘛呀 老鼠 咱们不也 那你怎么知道财神爷 爱吃不爱吃呢 当然知道了 怎么知道啊 咱们说的这样菜 财神爷听了那么一笑 那就是爱吃 哦 那就如同啊 饶了咱们了 说到这个菜的时候 财神爷没乐 那就表示他不爱吃 哎 这也对啊 那好了 那咱们就来上菜吧 就咱们俩人当菜 这不单薄点吗 哦 太少了 哎 那可以叫张国重给咱们帮忙啊 好 哎 对 张国重 哎 来来来来 叫我啊 你来给帮帮帮忙吧 你啊 给签个菜吧 哎 行行 你们等着我拿钱 拿钱干什么呀 拿钱买菜呀 哎呀 用不着 你也跟我们一样 比作一样菜就行了 哦 不用钱 哎 你的人缘也不错 这回让你参加当成一样菜呢 财神爷一定爱吃 咱们三人啊 每人比作一样菜 那 先上什么菜 先上下酒的菜 拿谁先比呢 先拿他比 哦 好 可以 他他他比什么 凉拌海蛰 哎 这下酒菜不错 一脚嘎吱嘎吱的 好 那你比什么呢 我比一点小葱香油拌臭豆腐 哎 那臭豆腐也能上桌净菜这也 我不吃啊 不吃我彻供 我怕 哎 到他这儿怎么怕吃了 哎 那我比什么呢 你比那包了皮的大个咸鸡蛋 哎 这这好 这好什么呀 这不行 这怎么不行啊 哎 怎么到了我这儿来了咸鸡蛋了呢 哎 但 姓财神爷的时候 有这个菜呀 财神爷还爱吃 你看 说到你这儿 财神爷全笑了 哎 好吧 那财神爷既然爱吃呢 那我就比作咸鸡蛋了 给财神爷下酒了 哎 告诉你嘛 这种菜可不能老赶在我这儿啊 哎 咱们仨是赶上什么算什么 哎 行 那么把这菜撤下去了 咱们换热炒了 好好好 吃饭的菜 这回 他比什么 精酱肉丝 哎 还真像 就冲他这又黑又瘦的劲 还真像那精酱肉丝 名副其实 怎么吃啊 也胖不了 我一直盼着 我能像啊 一锅弹的肉 让喜欢吃肥的呀 姐姐 你知足吧 没把你当成胶盐排骨啊 已经很排气了 你比什么呢 对 你比什么 虾皮 炒韭菜 看 这菜也能端得到来啊 这里有海味 哎 不必了 财神爷谁吃这个 我不吃啊 不吃我特供 我怕吃 哎呦 我怕吃 你看 那我比什么呢 你比 贪黄菜 哦 好鸡蛋啊 这好 这好 好什么呀 你说这好是吧 那好 咱俩换换 我不换 咱不是说好了吗 赶上什么 是什么 谁让这菜 叫你赶上了呢 哎 那怎么这鸡蛋 就全赶到我这儿来呢 咱俩换换 我不换 你凭什么不换 说好了吗 不换不就 谁赶上 又倒立法院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两碟菜打起来了 你们这么一打架 财神爷一生气 要全走了怎么办呢 那凭什么鸡蛋 老往我这儿赶呢 我非得跟他换 哎 人家精酱肉丝挺好的 哪能换你这个鸡蛋呢 哎呀炒肉丝 跟炒鸡蛋一样啊 都是炒菜啊 不行 我得跟他换 不不换 你们俩别炒了 顿半 我把你们两碟菜啊 回回勺吧 坐在一块炒一炒 再端上来啊 哎呀 这什么菜啊 炒木鱼肉啊 哎 好啊 这回你也干点吧 该上点心了吧 对 上点心 哎 这回他比什么 糖蒸八宝饭 哎 好 这个点心不错 甜甜蜜蜜的 才人爷一定喜欢吃 哎 那你比什么点心呢 小龙蒸饺 哎 这还不赖 什么馅儿呢 是三鲜的 是花素的 是西葫芦羊肉的 还是牛肉大虫的 是虾皮韭菜臭豆腐馅儿的 哎 哎呦喂 你把撤下去的虾皮韭菜臭豆腐 都豁的馅儿里头了 哎呀 熏得三十年五鼻子都来不及 谁吃啊 不 不吃我撤空 那留着你这本吃吧 那我也不吃 哎 这回他比什么点心 大块的槽子糕 哎 这回好 没鸡蛋了 是啊 都揣在面里头了 啊 面里啊 是啊 没有鸡蛋做不了槽子糕嘛 哎 你 好了好了 三十爷吃饱了 喝足了 对后咱们给三十爷上点汤吧 哎 好好好 他比什么汤 他比一碗三鲜汤 哎 这汤不错 味道清香 那 你比什么汤 我比一碗刷锅汤 啊 刷锅水啊 您别端上来了 您您倒了吧 哎 这回 我比什么 是 你说 我比什么 快说 这回你比啊 比什么 你比一碗清汤 哎 没蛋了 我滚 还知道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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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